这几个人研发了最新的通灵方式 在英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居家隔离 为了寻求刺激 打发无聊的时间 几个好闺蜜决定尝试一下线上通灵 叫鬼出来一起玩一玩 殊不知 勤鬼容易送鬼难 谁玩谁还不一定 他们几个的下场如何 也都是个未知数 为了确保能够见到鬼 几人还特意找到了一位灵媒 灵媒是最后一个上线的 视频最下边的那位就是他 灵媒之前在线下经常带人玩通灵游戏 在线上搞 戏开始之前 灵媒让参与的每个人都拿出自己 佩戴了半年以上的随身物品 并且准备好一只蜡烛 灵媒告诉大家 等会儿我们召唤来的 可能是大家已故的亲人或者是朋友 也有可能是在附近游荡的鬼魂 不过大家一定要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要尊重灵体不能乱搞 闺蜜们都直觉的好玩 催促灵媒赶紧开始 灵媒一边让大家点燃蜡烛 一边告诉他们 等会儿鬼来的时候 会有敲击碰撞的声音 或者是冒出光亮 总之大家看不到 但是可以感受得到 甚至能感受到有人触摸你 这时男闺蜜问道 如果我们害怕被养玩了 该怎么结束通灵游戏呢 灵媒说 那就想象着有一把剪刀 剪断我们之间的链接 通灵仪式就算是结束了 灵媒说 现在听我口令 首先想象着 大家就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 跟着我一起默念 就在这时 男闺蜜的女朋友跑来捣乱 拉着她回房间里打扑克去了 其他人吐槽了男闺蜜之后 就继续进行通灵仪式 灵媒问他们 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异样 几个人都是一脸懵 很快 灵媒发现 短发女身后 有一团绿光晃来晃去 短发女回头看了看说 那是我冰箱上的指示灯 反过到镜头里了 紧接着聊天室里的所有人 都听到咚一声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是从谁那里发出来的 灵媒说 这就是鬼来了的信号 灵媒问鬼 如果你来了 麻烦你再想一次 给我们一点提示好吗 谁知五秒钟之后 就听见咚咚咚的声音 闺蜜们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结果只是虚惊一场 灵媒告诉他们 不好意思 是我的外卖来了 我去请一下 这下几个人选着的信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说 这个灵媒不会是骗子吧 她到底行不行啊 很快灵媒取外卖回来了 她问大家 有没有感应到什么 这时直发妹说 感觉到有人摸自己的肩膀 而眼镜妹也突然跳起来 说有人抓她的脚 灵媒见惯了这种情况 就按护眼镜妹的情绪 让她别害怕 可以问问对方是谁 或者这个人 此刻就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这时眼镜妹哭着说 是我前男友 之前的劈腿 我们分手了 后来她前往复合 我一直不同意 她就算两次笑了 都怪我 她是一个原谅她的 灵媒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突然就掉线了 而其他几个闺蜜 则是害怕的 心里都提到了嗓子眼 不料 眼镜妹就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刚才是她 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对大家玩的 闺蜜说 你们舞台单身 哪来的男朋友 说着几个人 也放松了紧绷着的神经 纷纷都喝上一口酒 压压机 他们再次怀疑 这个灵媒就是个骗钱的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玩了半天 啥都没有 就在几人说要洗洗睡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孩的凳子 突然被一股神明的力量 拖到了后边 这下她终于相信 世界上有鬼了 而且鬼已经被他们召唤来了 她不仅不害怕 反而开始兴奋起来 既然鬼已经来了 他们不妨跟她玩玩 这时 直发妹房间里 又传来了声响 她让所有人保持安静 自己则是拿着手机 去寻找鬼的踪迹 当她来了宠物间 才发现了什么都没有 反而是格子山的房间里 传来了声响 格子山胆子很小 此刻她只想结束这个游戏 但是大家都鼓励她 拿着手机去看看 格子山只能壮的胆子 走了过去 声音是从格老里传来的 她用自拍杆 举着手机 在里面拍了一圈 其他人都瞪大眼睛 盯着屏幕观看 只见一双掉了的腿 出现在了金头里 可下一秒就像是不见了 这下所有人都感觉 几倍发凉 蒙古悚然 胆小的格子山 甚至都瞎哭了 直发妹赶紧联系灵媒 结果刚拿起电话 就看到房间里 有一个人影 为了让聊天室里的 所有人都能够看清楚 她直接拿起手机 排了下来 果然屋子里 有个上吊的鬼影 还没等大家缓口气呢 双马尾前的酒杯 竟直接炸裂 完了 弯大了 鬼真的来了 这下好了 终于见到了鬼 大家也从最初的好奇兴奋 全部变成了恐惧 查发妹立马打电话给灵媒 灵媒说 她的网络太差了 现在无法连接聊天室 灵媒说 你们可以尝试和鬼沟通 鬼不是眼睛面的男朋友吗 查发妹说 不 那只是一个玩笑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灵媒听我很无语的说 不是不让你们开玩笑的吗 要尊重鬼的呀 这下麻烦了 你们主动说出来 一个不存在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们邀请的鬼是不存在的 所以其他任何鬼 都可以来冒充那个鬼 来逗你们玩 运气好的话 你们遇见的是一个好鬼 运气不好的话 有可能招惹的 就是一只恶鬼 灵媒让大家一起问鬼 问他是不是有什么 讯息需要传递 结果他们其中 一人的灯亮了一下 紧接着大家又问 你是友善的吗 这次几个人房间的灯 都灭了 很显然 对方不是个善茬 就在大家集体恐慌的时候 灵媒的电话也断线了 再打过去 就显示无法机通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结束这场通灵游戏 他们按照灵媒一开始说的 首先他们吹灭面前的蜡烛 然后再想象了身边有一把剪刀 剪断链接 通灵游戏的绳子 这样一切就都结束了 但是 情鬼容易 送鬼难 鬼 其实你们想玩就玩 想甩就甩的呢 当所有人都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鬼的状态才刚刚开始 双马尾准备去客厅找点吃的 却意外发现 客厅竟然出现了一张鬼脸 他立马拿起面粉撒在地上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鬼 随之下一秒 面粉上竟出现了个脚印 并且正快速的朝自己跑来 紧急着屋里的灯也爆炸了 双马尾吓得不知所措 赶紧算到被窝里不敢出声 只能留在闺蜜的聊天室里不敢下线 这边的短发妹给老公打电话一直不接 突然她的老公竟从房顶摔了下来 并且已经凉凉了 短发妹吓得赶紧往外跑 刚打开房门 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把她给拖了回去 并且掉到空中 重重的摔在地上 生死未卜 其他人全部吓傻了 然而紧急着 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鸽子山女孩就像发了疯一样的 一下下的撞向电脑 直到血润模糊 才消失在屏幕里 直发妹看眼前的局面 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赶紧给灵媒再次打电话 可对方还是无法接通 还存活着的几个人 心态直接崩溃了 他们开始相互指责 说就不开玩这个游戏 这时鬼看不下去了 又套着直发妹的凳子 摔了个屁股蹲 她刚站起来想要触摸凳子 就又被弄倒在地 并且直接拖进了另一个房间 眼睛妹离直发妹家里近 看到姐妹生死未卜 她决定冲出家门去救姐妹 就在这时 聊天室里弹出来一个新的视频窗口 一个提线木偶蹦了出来 不过这并不是鬼 而是一开始就离开了胖子 她刚跟女友打完扑克 想回来看看 大家的统领游戏进行的怎么样了 却不知现在的这几个人 那已经是死的死 伤的伤 双马尾让胖子赶紧退出聊天室 胖子还以为是给她开玩笑的 不以为然的说 哎呀呀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正说着屋里的灯突然就灭了 胖子还以为是跳闸了 就拿着手电筒找开关 结果镜头里出现了一个鬼脸 胖子吓尿了 一流烟就跑到房子外边 却眼睁睁的看见女友 被鬼活生生的在空中吊死 然后又丢进了泳池里 胖子害怕的跑到储物间 看到头顶有个吊绳 紧接着手电筒也坏了 他拿出打火机照亮黑暗 却被鬼搞晕在地 随后身上燃烧起熊熊大火 胖子被就地火发 接着双马尾听到房门开了 他壮了胆子走到门口 感觉到门口有什么东西 拿起条毛巾丢了上去 竟显现出一个人形 女孩害怕的打开窗户 想要逃跑 下一秒就被重重的 从楼上摔了下来 有个人已经死了四个 现在活着的 就只剩下眼睛妹和直发妹 他来到直发妹家里 却被一瓶番茄酱砸倒在地 他刚缓口气 出锅里的所有东西都掉了出来 眼睛妹眼睛手快 抓起手机就往另一个房间跑去 却意外的找到了 躲藏起来的直发妹 两人商量着赶紧离开这里 但是通往大门的路漆黑一片 他们也不敢和鬼硬钢 为了确认鬼的位置 直发妹就走着拍着 直到镜头前出现一个鬼影 就此 这个通灵游戏的聊天室 彻底结束 六人无一人生还 另外还搭上了两名家属的姓名 不过那鬼的腿脚倒是挺利索的 凑凑凑 一会这家凑凑一下 又到下一家 这要是送外卖 我估计一个月得挣10万块打点 这是一部超级小成本的恐怖片 电影名字叫多婚连线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个灵媒到底是死是活 不得而知 小伙伴们可以一起猜测一下 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好 我是根拉底 对不起的灭剧之赛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